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表演华节目 巴黎散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歌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他2012年第一次在加拿大这片土地上表演的节目 当时可以说他在国际上还是一个17岁的新人 之后的几年他多次凭借巴黎散步道打破了世界记录 并且拿到了索契冬奥会的冠军 距离2012年已经过去7年了 他终于在曾经三次错失冠军的加拿大战获得了金牌 把这个表演献给大家让我们充满了回忆感 充满了惊喜 也使这枚金牌更加的闪闪发亮